能切尖善受得好啊 自信限量 不斷知悟 讲得真妙啊 所有一切心 现象从哪来的 从心向神 从念头来的 念头太微细了 我们不晓得 你看看 一秒钟 生命多少次 两千两百四十兆次 这样高的频率当中 它不是相续的 每一个像不一样 也就是这种幻象 我们叫做画面吧 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 没有一个相同 一秒钟 有两千两百四十兆 这样大的数字里头 没有两个相同 所以叫相似相续 不是真的 所以 就在佛在金刚经上 给我们讲真话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做了相了 放不下 放不下什么 放不下这个 失望的现象 不了解这个现象的真相 我 我现在的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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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如何脱离 六道轮回 如何脱离 十八经 佛说得很清楚 十八经从哪来的 妄想 分别 知诸 从这来的 六道轮回 从哪来的 六道轮回 从执着来的 有执着 就要六道 没有执着 六道就不见了 那不但是 世间法 不能执着 佛法 也不能执着 为什么 佛法是因缘送生法 佛法也是从阿列耶里出来的 那要怎样 才能够 提升 超越 佛告诉 不执着 不执着 超越六道轮回 不分别 不齐心 不动念 超越 十八经 十八经 十八经不见了 假的吗 一场梦 梦醒了 十八经梦醒了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些真法界 十八状元图出现了 十八图 不是阿列耶变的 是显明显的 会能大肆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自信 生万法 是十报 状元图 不是 世法界 那 世法界 要再加上 八十 五十亿 新俗 就变成 世法界 就变成 六道龙黑 这是 诸法 真相 佛经上的名字 叫 实相 实相 就是真实相 你认识真实相 认识真实相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你 不知错 不分别 不起心 不懂念 阿就是 六根界出 六成境界 不起心 不懂念 这个人 是什么境界 成佛了 这佛境界 所以 此地讲 平常心 是道 这个平常心 就是我们的 经体上讲的 清净 平等 清净 没有任务 是清净 平等 没有动有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平等性 现前 那平等到一定的程度 豁然大悟 觉就是觉悟 就是明心界心 就是见到真相 圆满的真相 阿罗汉 见到是局限的真相 不圆满 法身菩萨 见到是圆满的真相 不可思议 然后我们 读到这一部经上讲的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那 那真一元 第十八月 智行 信要 居足 神念 就必定 神进度 我们 不再怀疑了 我们也平常 用功 用什么功 放下 放下 知足 放下 起心动念 这是真功 这是真功 这是真 真相 提神 那不要害怕 为什么 那全是假的 我们 无量借来 把假的当作真 真 真的是一无所知 亏就吃在这里 现在搞清楚 搞明白了 该放下的 全放下 全放下了 自信 自信就先进了 其量 民心 坚信 民心 坚信 不使 禅宗 独有 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门门 居住 金宗 也不例外 但是金宗 全靠 福利 不是 金靠 福利 全靠 福利 注意想想 灵命 宗 使 一念 十念 往生 净土 他要不全靠 福利 他靠什么 最后这一念 只要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真正运身 建土 一句十句 就能往生 佛就来接你 所以他是全靠 佛利 我们念阿弥陀佛 感恩 若不是这个法门 我们哪有能力 成就 不要说大成就 小小小成就 小成出国 大成出行为的菩萨 我们这一生 得不到 这是真话了 自己衡量自己 没有法子 除了这一法之外 没救 只有专靠这一法 靠定了 死心 踏地 就像前面所说的 置心 先要 先用到基础 我真相信 要是喜欢 喜欢往生 极乐世界 就是愿 幸愿 吃民 真心 切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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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